兩個就招呼翁世傑,但翁世傑是老闆,當然是給他兩個,他自己留一個 當時他夾這個壽司,整台都是壽司的食物 然後夾壽司在他胸前先,然後餵食曹查禮 怎樣到即使去到這裏,你自己找回我忘記這部電影叫什麼名字 好,又來到另外,我剛才說的卡拉OK,現在我找到一些生活百科 是說一下,究竟卡拉OK有20種客人 不知道在網友之中,你們有沒有光顧過,你們會不會是其中一種客戶 嗚呼 說到夜場的話,對很多人來說,夜場的定義很不一樣 有些夜場可能我只是去吃午餐,也要喝東西 看我來說也是夜場 不過現在在說夜場不一樣,就是卡拉OK,有小姐陪客那種 好了,說20種不同類型的分門別類,那些客戶 未必一定是BIG SPENDER,有些可能沽狗寒也不奇怪 第一種,就是大方形的 總括來說,他們很喜歡原褲的 拿著一大疊錢放在桌面上 或者某個晚上大灑金錢 只要你肯包商、貼士 賣單很豪氣 從來不查單,不會查單,幾個角可攬等等 只要他們對消費很熟悉,知道查不查都一樣 最重要的是他花了一些錢,以後大家可以記得他 這些客戶,這些是BIG SPENDER 即是你下次記得他,他未進來 不用自我介紹,你遠遠看到他的影子 你已經知道什麼歌 他以後消費就更豪爽 這些人很要面子,很要面子 另外,第二種就是玩家型 怎樣玩家型,專業玩家 他去到這裡就要自由大膽隨便 對卡拉OK很熟行 什麼都知道,甚至連內部管理都知道 如果第一次見他的話 如果你假裝,耍脾氣、玩手段的小姐 請你在他面前最好就真一一點 因為這也是他自己的專長 他的工作服務 你怎樣Serve他是應該的 他說他需要什麼酒,你要記住 因為玩家 他說記得他最討厭別人騙他 玩家都會這樣 玩家都會覺得一眼就把你看穿 好了 第三種就是生意營 生意營 娛樂主要是消遣的 這些人比較精明和挑剔的 計算 他心想我帶客人來玩 如果你說打工仔 沒所謂 出公司數 但如果你說做生意的話 他要求服務要新的 賣單的時候可能會看單 因為做商人要精打細算 微精眼氣對數字比較敏感 無論什麼樣子或什麼地方的老闆 他們都不能釣以輕心 不抗不分 注意禮節 聊天的時候 要依威在他的旁邊 或者捱著他 貼身服務 並做茶水 點煙 紙巾 你要很細心的 他要查的話 這些是老闆 必須熟練各種遊戲規則 靈活地應對這些客人 記住千萬不要私自出去包房門 這個我不知道 因為我真的沒有去這些地方 好了 屈滿營 客人始終有黑屈滿營 不開心的 下去卡拉OK找小姐陪 應該就是對於問題思考不夠明白 對周圍的人和事不滿 小說話的 現實認為什麼都是假的 這些就是complaint 經常都是投訴 屈屈不得志 屈屈不歡 只要有錢才是真 會計算的 跟人接觸 OK OK 這些客人 你哄回去吧 可能小姐是否靠身上去 給她吃一下波餅 OK 因為她如果 她不開心 可能她很可憐 不開心也是很可憐的 哈哈哈 你會不會 好了 另外一種 急躁型 這些人急躁型 坦率就是她的特點 做事講求乾淨利落 就不喜歡掩掩色色的 最討厭的人就是 比如說小姐 我說話給她聽 不說給她聽 然後不知道她想怎樣 這些小姐肯定被人鬥巴聲 哈哈 好了 馬上 馬上跟我走地弄花 當然不是 就這樣說 好了 還有本地的客人 質素一般 本地客人 喜歡摸手摸腳 粗粗魯魯 有時候說說 江湖義氣 心情好的時候 和你花多點錢 喜歡喝酒 猜妹 玩適中 OK 所以你對這些客人 可能要懂得搞氣氛 因為她有很多不同的花款想玩 那好了 准玩家營 這些准玩家營 即是說她準備成為玩家 可能下來的次數不是多 但是慢慢漸漸可能她會 懂得怎樣玩的了 我告訴你 我聽那些男性朋友說的 有些人很差的 喜歡玩小姐 因為她覺得 免得給你的錢 那麼容易賺 不就弄你了 可能叫你 喝點 混了很多東西 所以做這行 告訴你 那些錢 不容易賺的 對不對 好了 她說 准玩家營 她說她 喜歡佔便宜 摸手摸腳 喜歡玩的 開玩笑的 同時也喜歡玩她 和其他朋友 你經常也會賭酒給你喝 那沒所謂的 如果肯賭 因為在這些寬場 你喝得多酒 有些多數會跟小姐拆 你探得到那些客人 越開得多酒的話 那你拆那晚的 都是不錯的 那另外 其實小姐應該是出街才是最多錢 以我所知道 OK 好了 還有外國客 這些 就是得數 應該是有回到那邊 還有她喜歡唱歌的 去到K場 那你多多一點 你懂得唱英文歌 對不對 你唱中文歌 她不理解 好了 喜歡喝一下 洋酒 對不對 但是她們 比較斯文一點 也比較大方一點 OK 比如說她做一些 通常大部份 以前我朋友跟我說 她說有一個年代有些女孩子 讀大學都走去做小姐 因為那個歌舞聲平 八九十年代香港歌舞聲平 那些大學生都走去做 part time 喂 小姐化妝室 桌頭是放South China Morning Post的 有些大老闆 你不看新聞 你不看英文新聞 你怎樣跟別人溝通 別人看得中你的話 就帶你出去談生意 再修養你 將你用花紙處理 閒閒的 一千多 一千幾百萬一層樓 是很閒的 我真的認識一個女孩子 我以前說過 我那時候幫她看八字 我說為什麼你八字這麼小就桃花劫 她說家人的事不說 然後 不久之後她就主動自己跟我說 原來她是 家裡被爸爸侵犯過 所以她自己就偷走了去做母小姐 然後她也給一個男人 送了一層跑馬地的樓給她 現在其實兩國無憂了 不過幸好後期她 她被一個記者溝通了 她現在已經重量了 已經很乖 但是當然 我是那個時候知道她的下落 現在我一天在家裡 我都沒有跟別人聯絡 所以我不知她現在怎樣 不過那個人本身的性格是好 義氣子女來的 即是她身邊有些朋友喝醉酒 即是每個人搖了去坐的士 她自己會照顧那些人 所以我說 任何職業都好 即是那個人的職業或者學歷 或者她的家庭成長背景 可能欠缺了一點運氣 不代表她的人品是差的 我覺得是這樣 另外有些是開心型的客人 即是有時有些粗魯有些斯文的 喜歡你跟她說笑 或者你跟她唱歌玩遊戲 這些就比較容易處理 那就是君子營 有些人基本上是不包容的 低調、民靜、極有修養、尊重人 也不會什麼都說的 但是他們自己也有時會跟你聊一下心事 又或者聽一下你的身世 為什麼你會出來做 另一種就是暴發戶的型 他們財大氣粗 缺乏文化的 收養質素就不高了 什麼都以為用錢就可以解決 虛榮粗魯 喜歡罵人的 即是呼呼喀喀 喜歡一擲千金 如果不是 找水潑你 罵你 這些都蠻可怕的 有些是請客型的 就是以服務為主 主客 譬如說請客人去到夜總會 他就叫你招呼客人 我認識一個叔叔 他說招呼客人我自己不玩 就叫女生招呼他 他就坐在那裡喝酒、聽歌 我懷疑不知道是不是不行 可能窗口生用得盡 我不知道 他說我就聽 另外一種就是 比較鄉下的 例如衣著 不知道從來沒去過這些地方 衣著不是太廣告 比較傳統 少少家家 可能在果盤之中 他找了紙巾出來 然後在果盤倒一些花生 拿花幾吃都不出奇 我自己想而已 其實不知道 這樣 另外就是 遊客型 現在他說錯了 遊客比較有修養 見識 他可能最喜歡跟你說 香港有什麼地方好 如果那個小姐 哄到他出街買中 你就跟他上完 他搞定完之後 那你就 早上帶他去那裡吃個 那些什麼 那些叫什麼 艇仔粥 他們沒有這些吃的 對不對 然後就跟他去那裡 刺串魚彈 這些他們在外國沒有東西的 覺得很新奇的一個 experience 另外就是浪漫型 我相信很多小姐都很喜歡 告訴你 就是那時候看黎智英那本自傳 很多年前 他說你追一個母女 你要當她是公主 這樣追 但是如果你看到一個公主 所有人都很喜歡她 你就是當她是垃圾 哈哈哈哈 想起來都爽 對不對 什麼事先 個個對她這麼好 你用不著對她這麼好 是不是先 哎真是 這些浪漫型的 那他說 他說富家子弟 權貴的後代 就是富二代富三代 他社交面廣 極度愛慕虛榮 那可能服務周數要求高 但是你應酬的時候 盡可能要低調 因為家族有名有姓 不想你 你這麼大動作 就算走出街的話 也不想被人拍到她 拖個小姐出街 那好了 盡量多觀察小說話 而且間中附和她 還有 如果她這種人 是那種失時隔晚 你還要多說幾個嘴頭 去哄她 你很聰明什麼 他可能在這些寬場 找回自己的諮詢心 再走去床上面 更加 砰砰聲 嘻嘻嘻嘻 拉鋸 OK 是的 另外就是沉默寡移形 這些可能天生就不喜歡說話 可能你回答一句 就 怎麼說 回答兩句 不過我相信 如果以我看電影的經驗 電影你不要說作故事 電影其實做過很多現實生活的 research 當然以前的電影是很好看的 大家有沒有看星星月亮太陽 那時候類似的橋段是其中一個想跟富家公子 誰知道被家裡嫌棄 然後又被一個男生騙了錢 各樣各樣的 就是這樣 是的 OK 好了 有些是偽君子營的 什麼偽君子營呢 就是男人 他這裡說的 男人天生就想佔女人便宜 我相信 不是每個人這樣 但是可能每個人都有這樣的想法 我覺得是 如果你看到美女 貓看到 貓看到魚 會不會不想吃 對不對 就是有這樣的想法 但是夠不夠膽做呢 是另一回事 好了 但是他又不想自己 出手 怕破壞形象 但是想入飛飛 但是又不夠膽放肆 他需要女人去主動 如果女人發揮了一點溫柔的話 那他相信他意的話 他感覺到安全 所以這些是偽君子 就是說 跳我樂得來就色情了 對不對 那我用不著跟你客氣 哈哈哈哈 不用讓他客氣 OK 另外就是內向型的客人 他說 說不多的 就有點悶的 就是內向 你要周不時想方法 好像 找他 不知池巾什麼 等等 扭開他口說話 這些 就是要 整晚 就是要自己想辦法 如果你想哄到他 洗錢在你身上的小姐 OK 另外就是 他說 扮野型的 穿到整套西裝 但是其實可能 就是 很英俊的那些 這些是 英俊型的客人 我想那些小姐 是最喜歡這些的 因為說帶這些 很英俊 當然是很英俊 很多明星都會去夜總會 不過 當時我問我朋友 他說 不是那麼好 說出來 日後的機會 我可能用一些 另一種不同的方法 跟大家說一下 其實都是的 他們有時候可能談生意 或者解悶 是吧 因為 你 麻煩 你一買一買 就比較容易解決的問題 但是你說 如果你在娛樂圈亂搞那些緋聞的話 一分鐘被人說的嘛 但你反而整把人下去當是談生意 都這樣 耐不耐吃波餅 不是什麼 足球隊那些 足球隊那些 他有自有方法 每一個浮不同 他自己有自己的方法 但是問題是說 在香港可能有時候 都想解肚餓 解肚餓的方式 他不是去牛肉麵館 吃一碗牛肉麵 去這地方 吃波餅 明白嗎 OK 當然了 如果你是夏文的各自 各自修行 那些 另外 就是色狼型的 譬如那些小姐坐在那裏 哇 他真是由 說真的 這件事我想起 曹查理 和雍世傑的一部電影 那部電影 就說他們兩個 聊生意 曹查理和雍世傑坐在對面 包了一間房 日本餐廳 誰知道你媽媽 戴了三位穿著和服的女人 三個女人入房了 然後媽媽 自己走了 然後他在那間房間 那套東西叫什麼 名字有沒有看過 艾曼琳有沒有看過 然後 那三個女生 坐在那裡脫 然後脫了 脫了那些衣服 扭了幾下 然後走過去 曹查理和兩個 招呼雍世傑 雍世傑是老闆 當然是給兩個 他自己留一個 當時他夾這個壽司 整桌都是壽司的食物 然後他先夾壽司在他的胸前面 然後就餵食曹查理 怎麼到即使去到這裏 你自己找回 我忘記了這部電影叫什麼名字 哈哈哈哈 就是這樣 所以這個就是 十幾二十類 這個 窗戶 寬場裡面 那些客人的不同款式 你們會不會找到 其中一個 這樣子的 我的Smart Travel 是女性的 觀眾居多的 那如果你在 從中剛剛講的一件事 你學一招半式的話 沒得頂的 天下無盯 哈哈哈哈 好了 所以 你不同的認識 不同的對象 我不知道你 我當然不是鼓勵別人 就是經常換了 是不是 但是我的問題是 如果你身邊的另一半 是屬於什麼類型的人的話 你就可以用什麼方法去對他 來不來玩一下 譬如你明天情人節 你自己玩大爛餐 做rollplay 扮演不同的角色 去serve他 好嗎 這一個娛樂新聞到這裏 不再讓你過誕 阿沙陪你娛樂歡笑人間 Never wanna let you go Stay Tune on YouTube channel Smart Travel Woo Hoo Woo